通常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有爱 更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色新闻 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是他现象吗 这个事情其实 我想很多消费者很多听众都碰过 就是就在北美 就是中餐馆的佛像冒犯了我 美国大叔大闹餐厅要求退款 退钱 这样子 这是在旧金山 这个法式越南餐厅被迫关门 它开了26年 为什么被迫关门呢 其中的原因就是从一尊佛像说起 这个餐厅是以致敬法国殖民时期的越南为基调 所以开业以来 很多争议性的话题 2019年当地评论家对这家餐厅的评价是 餐厅的主题被一层种族主义的薄膜所笼罩 但雪上加霜的是 它的食物做得并不好 也不是特别令人兴奋 哎呀你知道其实很多餐厅 其实老外也会啊 就是中国风风水 这个东方的这种艺术 就是进入他们的生活 你知道老外书店很多在卖风水书吗 因为他们也有些人也信这一套 你说他们连总统都沾心血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相信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有大自然的力量 这样子啊 那所以呢 我其实看到很多老外的餐厅都会放佛像这样子啊 就一个佛头啊什么的 当然都是复制品啦 陶瓷的啦 那种漆的那种很亮的颜色 什么死亡八笔色咯这样子啊 那其他批评人士也说啊 与其说是越南餐厅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 他说挂一些19世纪的越南照片啊 然后那照片看起来都是跟宗教有关这样啊 那其实呃这个餐厅对越南文化描述只是一个噱头或刻板印象 因为它里面用很多装饰是来自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他们会把佛像放到厕所 我看到这个照片是呃 我就看他怎么看啦 这个应该是弥勒佛 肚子大大的嘛 然后他这个陶瓷器皿呢 做的一个弥勒佛我想大概就15公分高 在他的胸部跟肚子之间开了一个洞 然后呢吸管就是插进去可以喝饮料这样子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他这是不是不伦不类啊 然后餐厅还被当地美食评论家定调为 带有种族歧视哦 种族歧视会不会太有点夸张这样啊 那2021年新老板接手努力改变形象 那结果又遇到疫情嘛 然后就无力回天了 那所以到底为什么越南餐馆是不能展示19世纪的越南照片 不能放佛像这样子啊 那其实大多数越南人好像也都是佛教徒 所以越南人被他们自己的文化冒犯了吗 那事实上呢 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说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也从来没有失望过 也从来没有觉得是种族歧视 觉得有些人太敏感了 那他说 如果我们取消任何可能跟殖民主义或文化 挪用有丝毫连结的这些餐厅的话 汉堡啊 披萨啊 这个buritos啊 tacos啊 然后中餐外卖都要消失 那 呃 事实上 他摆这个佛像引来一些麻烦 那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有一家中餐馆也因为在里面摆放了佛像 就被一个男客人 这个找查 要求退钱 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退钱吗 他说他是基督徒 坐下点餐后看到佛像觉得被冒犯 大吵大闹要退款 嗯 佛像先来的吧 而且餐馆是有他自己装潢的自由啊 你如果看到不喜欢那你就走嘛 不是这样吗 那餐厅经理就跟他就拒绝了啊 说你这个要求太无理啊 而且告诉他说我无能为力 而且说你这样的行为是种族歧视 我不会给你退款的 其实在美国吵架 你只要讲一个racist 就是那个种族歧视 就会很严重 就会事情会 嗯 有点 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子啊 那这个影片呢 就呃 就看到两个人吵架越来越激烈哦 然后周围的顾客终于看不下去 就对了这个男客人说 shut up 他说先生 shut up 叫他闭嘴 这样哦 那最终这个闹剧是怎么结束的呢 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哦 当时他旁若无人的走进餐厅 走到这个男客人跟经理中间去下单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然后呢 网友就很欣赏这个女生挺身而出 然后都跟他说 干得好 那接二连三呢 有亚裔的餐厅 因为摆放佛像引起争议 所以美国的论坛 论坛上面也炒翻了哦 嗯 网友说 我觉得大多数亚洲餐厅都会摆放佛像 说实话 这是意料之中的 如果他不喜欢吃 可以出去吃披萨 我怀疑他是不是基督徒 或者他只想吃免费的中国菜 就不幸的是 因为看到某人不崇拜他们的神话 而发脾气 说出难听话的情况并不少见哦 很多网友说 他也碰过几次哦 然后也有人说 这些人口口声声 自称是Christian 但是内心却充满仇恨哦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种文化 那就滚出中餐馆这样子哦 好 那事实上美国这个 大多数地方如果角色互换 就是 作为一名佛教徒 去拒绝基督徒的服务 那可能就会被打了屁滚尿流 甚至更糟了哦 那 这个写 写这篇文章的人 他说他曾经因为在家里摆佛像 而遭到邻居的暴力威胁哦 那么在大多数地方 甚至不敢在公共场合提起佛像 那 那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可能离台湾很远哦 不了解说这个不同种族相处在一起的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变化 可是你知道像 很多老外 比如不管到台湾啊到哪里 他们其实很喜欢去逛庙耶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老外也会去 就是看一看 但他们可能有些是观光啦 好就是说啊 看一看你们的气氛啊什么 那是不是一定要拜拜 我觉得台湾的庙宇也是非常尊重 每一个人呢 你可以进来哦 看看我们的宗教宫庙文化 但是你不一定要拜也没有人会强迫你 对不对 我觉得台湾就是这样很 就是你自在就好 就不会有人说你一定得怎样 这样子哦 那我觉得像每一个宗教都有他自己的一个 呃 就是宗教的理论 或者是他们的信仰的一个基础 那我觉得都是都是予以尊重 不然说你 你是要打脸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信的才是别人的就不是嘛 我有时候觉得你都不要说信神哦 那信自己的父母 信自己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相信某一种善念哦 我觉得那都是信仰 所以真的不用去刻意的打压别人的信仰 我觉得那没有意思啊 那你不是打压不完吗 全世界有几大宗教 有有多少亿个人 跟你的信仰不一样 对不对 呃 其实最近这个呃 自己会去翻一些老的书 这算老的书吗 好 比如说道德经这样子 那道德经呢 我这个我看到他上面有写说 盖文善设生者 路行不遇凶虎 入军不批假兵 福何故 以其无死地 什么意思呢 曾听说善于保护养护生命的人 陆地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 战争中不会被伤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进入死地 好 那他表达是什么呢 善设生者之所以不被犀牛老虎士兵伤害 是因为啊 他根本不去有这些东西的地方 就不要你不想被犀牛伤害 你就不要接近犀牛不是吗 那你不想被老虎咬你就不要接近老虎嘛 你不想被军人士兵伤害 或是有暴力之气的人伤害 那你就不要去有这些人的地方不是吗 同理 人想要避开烂世 就要远离一切烂世 不要跟烂世纠缠 那当然说起来很简单 但真正能做到的是少之又少 那可能呢 你就是被几个这个想法给困住了 第一个 是不是我的修行不够啊 一听到修行 大家就会很严肃 然后把它理解成修心 其实修心很难 而且还很容易误入歧途 很多人修什么如如不动 心无所住 稍有不慎 就变成了麻木不仁 这种机器人 为什么 因为你看 韩文叫妈 心的主观性太强 容易陷入极端 一万个人对同一件事 就有一万种的感受跟想法 就像刚刚我们上一段 提到了不同的信仰 因为我觉得人是很奇妙的 一种动物 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洗脑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说法 或是人 事物 在我们面前 我们很快就可能 很容易被洗脑 比如说冲动购物 就是被洗脑的 一个很日常的代表 那你被洗了之后 明明本来你不是这样想的 后来你就接受它了呀 那你就变成那样了 那你变成那样之后 另外一个角度的人 来跟你说 你就会很生气 你就觉得说 不是那样的 是我现在相信这样的 你本来不是也 不相信本来这样子吗 那能不能开放一点 去接受不同的角度 不能 因为我觉得人很奇怪 一旦有了主观就很难改变 那哲学家说 人们所谓的思考跟反省 只不过在思考和反省 自己的偏见 当你说 我从客观上认为 其实开头第一句就陷入了主观 这个客观的标准 不是自己定的 就是别人定的 那修道 其实不难 就是要顺其自然 没有主观跟客观之分 不会用心去看事物 这个你看什么道德经啊 这些 我们真是掺不透 可能要到 你撞破了头 跌倒很多次 然后有很多的人生经验之后 你才突然发现 哎呦 他讲的这句话 好有道理 道路的道 道指向哪 我就去哪 不会有那么多内心系 所以 深山有老虎就不去嘛 今生了 来 来 午后 你就不要去嘛 那不会有侥幸的心 或自以为是的心 那这个人 如果跟你合不来 就不要去合啊 就不会有什么 我修行不够的心 或自我否定的心 那很多人 自以为的修行 其实就是内耗 就是不断的自责 然后这个guilty 觉得自己不对 当你认为 在包容别人过错时 过错的情绪 就已经植入到你的心里 却浑然不知 那这种包容久了 所谓的包容 就会崩溃 当你认为 我只是从容面对啊 那就没有包容 这种说法 所以你以后 也不要有委屈 不被理解的 这种负面情绪 那有多少人 嘴上说包容 其实心里都快 都快忧郁了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 这个我就想到我妈妈 我妈妈呢 以前很辛苦 就是下班 还要煮饭 这样子 因为毕竟 我也是个学生 我没办法 就是做出一桌菜 虽然我也会做一两道 那 他就会说 你们怎么都不来帮忙 因为我们家厨房很小 他听到就很紧张 因为本来在看卡通 他就冲进厨房去帮忙 可是他就一个人 一什么 他也不会跟你说 比如说 你来拿筷子拿碗 还就是忙忙忙 结果就在那边 手忙脚乱 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 我妈就吼了一句说 你们在这爱手爱脚 不会出去哦 所以到底 你要的是什么 还是说你只是要泄愤 发泄你怨对的那种气氛 因为你发泄 我们傻大哥站在里面 也帮不上你啊 那我们来表达我们的关心 可能也需要你 因为你是厨房里的这个总指挥嘛 对不对 我们总不能瞎弄 我怎么知道你现在在干嘛 不像现在大了 或许知道说 你现在要切这个葱 切这个蒜 然后帮你这个开火 倒点油什么 没有 那我觉得 后来多年后想一想 就觉得妈妈只是在泄愤 这样 真正修行的人 只会与同道中人同行 那一生道友 就已经说明说 你不在大道上 我们就不是朋友啊 那孟子说的 道之所致 先虽万千人无王矣 就是告诉我们说 符合道的 哪怕无数人否定 他也会前往 但是大多数人都被欲望蒙蔽 所以众生才会苦 那愿意遵循道 能逍遥自带的人非常少 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啊 整篇都在讲这种朴素的真理 道若仆 多言树穷 至虚极 守进度 就是纯粹自然一点啦 心里不要有太多想法 当你有一颗想要修什么的心 那就是你的执念跟欲望 就脱离了真正的修行 所以真正修行是 不要妄想 不要妄求 为道是从 第二种想法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要改变他 想要改变别人 是最大的欲望 不是说人不能改变啦 而是他已经就是那样啦 那种下了这样的因嘛 他的成长跟他的这个环境影响 那这个因是需要他自己来改的 你强行灌输 大道理给他 不是他发自内心的认同 他也听不进去啊 即使他痛改 痛改前非 强迫自己去听 但不是他自己想通的 也做不到知行合一 就很多像 比如说 我要戒酒 我要戒酒 你跟他说 不行啊 你看你的三高 你怎样 他不到那一个点 就不见棺材 不掉泪 你说破嘴都没有用 一个成年人 是无法被任何人改变的 除非在他还没有 种下阴的幼小时期 所以你看孟母为什么三千 他觉得环境影响 实在太大啦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容忍别人的过错呢 是居高临下的假包容 真正的包容是没有包容 是对方这样很正常 没有错 只要我们不被这两个想法困住 不改变别人的因果 然后我们顺应到 到底会有什么烂事呢 应该就没有了 这也是我读到一篇文章 我也觉得 知意行难 最近在这个美国的网络论坛上面 我不想要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 就是Puff Daddy 我们叫他什么 吹牛老爹 是不是 我们好像是这样翻的 他最近很多次被翻出来 而且好像我记得那时候 我看到新闻市警方都已经到他家去逮捕了 那当然就有很多八卦 还有人说 当时肯爷是去台上救 Taylor Swift 你记得吗 就是好像说什么 Taylor Swift是不是拿到那个 video大奖嘛 然后就肯爷就上去抢了他麦克风 说我跟你说 那个Beyonce才是最棒的 然后Taylor Swift就很受伤啊 那件事其实伤Taylor Swift 蛮深的这样子 那结果现在 当然这是猜测 目前以下都是猜测 有人就猜测说 这是推猜测 他们说 是不是肯爷上去救 Taylor斯 怎么说呢 他意思是说 Puff Daddy这个人 跟谁很好 JZ 就是Beyonce的老公 那现在当然网路谣言满天飞啦 说这个Beyonce呢 这个也是透过他老公知道很多 大家不知道的黑幕 然后呢 说Beyonce很嫉妒才华比他高的女歌手 所以才会说 肯爷是在保护Taylor Swift 然后就扯出一堆名字哦 像是这个Left Eye Justin Aliya等等 因为你知道 Justin Bieber有一首歌 就在讲说 他什么 这个意思是说 怎么我不晓得做这件事 还要出卖我的灵魂 然后谁来了解我的什么什么 这些很辛苦的事情什么什么 而且我确实在网路上看到一段影片是 Justin Bieber很小的时候 应该刚出道吧 他嘴巴受伤了 然后他就是好像呈现那种 你知道拔牙会上麻药啊 然后你就会开始 语言不详 不知道在讲什么 就是看起来很 迷幻吗 然后他是坐在一个汽车的后座 有个安全带把他身上 然后他就眼睛眯着 然后就说 我嘴巴怎么了 就是好像真的 那个就是 拔牙打麻醉要那样的影片 他嘴巴受伤了 好像可以看到 就是嘴巴那圈有血迹 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现在听说 因为我都跟你讲 这一整段听说 我在网路上看到说 Fish Tissend 他要投资去做一个纪录片 要把Puff Daddy做的事 全部拍成一个纪录片 好像说是跟Netflix合作 我不确定 好 OK 这个都是 我在网路上看到的一些 谣言 然后呢 就 这个 整理一下 所以 就有人就说 这个 Ken也 took her mic to protect her 所以 有这句话 就说 其实是 这怎么算protect呢 他都已经拿到奖了 你能怎么保护他 那 当然也 就 Didi被逮捕之后呢 有人说下一个问题的饶舌歌手是Jay Z 就是Beyonce的老公 那 他老婆Beyonce就被谣传说 会打压成绩超过自己的女歌手 然后 但是 这件事 有可能人家说是那个 肯爷的粉 就是 玩反串 这样子 但是 Puff Daddy 这件事情 因为 你知道吗 还 网路上 现在你都不知道真的假 我还看到说 Puff Daddy的家里的地板掀开来 有个往下的通道 这个通道去通到另外一个天王歌手的家 好 因为 因为都是 未经证实 所以我也不想讲那个名字 但Puff Daddy是已经被捕 这是真的啦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真的很恐怖哦 就是 就是我觉得人 人生真的是 你会碰到什么魔鬼 你都不知道哦 那当然我觉得 父母还是要 教育小孩 如何好好保护自己 未必 真的未必哦 你不管是政界 商界 演艺界 而看起来是赞人君子的人 不是因为他 他捐过钱 他就是好人 不是因为他 做过一些善事 他就绝对的好 所以请大家 还是防人执行 不可无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就爱点你 UFO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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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